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出海口 上游张州 下游汕尾 岛上没有居民 只有海事部门的几名工作人员在此居住 2013年6月30日清晨 一个漂浮在海中的奇怪的行李箱 引起了海事部门一工作人员的主意 目击者张先生说 海中的行李箱是常见的 但行李箱外 还焊着一个铁架的行李箱是不常见的 觉得是有蹊跷的他 随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很快 当地警方赶到案发现场 将行李箱搬到案上 还未打开 干警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因为啥 因为他们闻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味道 我们闻到这个箱子发出了一股臭味 将行李箱打开 一瞬间 在场众人无不原地干呕 行李箱内的不是旁物 正是一具被肢解成三坏的 已经高度肿胀的尸体 后 经法医尸检 尸坏主人的基本信息明确了 女性 年龄22岁到25岁 身高1米6上下 体重90斤左右 参考尸坏的腐败以及肿胀程度 法医判断 其在海中少则浸泡了20天 多则一个月 至于最重要的 用于辨别其身份的物证是没有的 但在其身上 法医还是发现了两处特征 一 她左腿大腿顶部有一个类似小猫图腾的纹身 二 她龙国胸 红色的指甲油 大腿上的纹身 还有龙胸 就提示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年轻 慈尚 爱美的女性 综合上述 警方对被害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刻画 年轻的 爱美的女青年 后 因地质疑 汕头警方查阅了最近几个月的失踪人口报案 但 均没有符合被害人各项特征的失踪人口报案 此时 他们开始怀疑 死者是从上游 是从漳州方向飘下来的 也为他符合那几天漂流物的漂流轨迹 正在此时 案发第二天 警局内 法医又有了新发现 在女尸的硅胶甲体上 她们发现了一串字母和一串编码 后 通过本地美容医院专业人士解读 干警们获悉 这是该对甲体的品牌以及编号 该品牌名叫内高 英国货 价格不菲 中国只有一个经销商 在湖北武汉 它具备为一性 可追溯 从武汉总部出 汕头警方得知 09129是这个P4的产品 总共他们进货的是50多对 然后他们通过他们数据库里面查询 已经分销到全国各地的有29个 所以说我们就要对这个29个产品的去向 使用者进行足够的排查 第二天 疑似被害人出现了 其中的一个医院提供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一个用户暂时无法联系上 这个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该医院位于珠海 他们为联系上的客户名叫莉莉 从档案处 警方获悉了莉莉姐姐的电话 姐姐的一番话 基本上确定了被害人就是莉莉 猫型纹身 这和被害人身上的纹身 无论是形状还是位置都是高度一致的 还是当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警方还是提取了莉莉家属的血氧 经比对 确定了 就是莉莉身份确定了 离破案不远了 围绕莉莉的社会关系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一开始 警方是倾向请杀的 也为从其闺蜜处 他们获悉 莉莉有一个香港男友和一个福建追求者 两人对莉莉都非常好 香港男友是小到衣室住行 大到多次整容 都无条件的满足了莉莉 而福建追求者 两人虽通过网络相识 还不曾见过面 但她对莉莉也可谓一致千金 案发前几天 她才给了莉莉五万块钱的零花 闺蜜说 莉莉曾对她说过 想和香港男友分手和福建追求者在一起 以上述为依据 汕头警方有理由怀疑 莉莉是死于请杀 这一场 两人的嫌疑很快都被排除了 因为案发时间 两人都不在国内 他们不具备犯案时间 正在此时 警方又有了新发现 那就是莉莉的银行卡 从6月22日到7月2日 在深圳一家ATM机都有取款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之前 警方已通过莉莉的最后通话记录 将她的死亡时间确定在了6月8日 也就是说取款的另有其人 随即 汕头警方赶赴深圳 从银行监控处 他们看到了取款人的相貌 他是一个年轻男子 三次取款 他都刻意打扮了一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心里有鬼 这就是纯纯的死地无银三百两 与此同时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发现莉莉随身的两部手机 在6月9日 也就是她死亡的第二天 在深圳某二手手机店 有入网行为 被害人是6月8号 下午的时候失踪的 而这个手机 6月9号就到了黄山的这个档口 这两部手机是同一个人给你 是谁 黄山为什么会有莉莉的手机 无疑 她有重大犯罪嫌疑 不知黄山落网 从失职死后 警方抓我 到警方抓我 我一直都是饱受心里的煎熬 他说 既然被你们抓到了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们隐瞒什么 案子是我做的 人也是我杀的 而提及自己的杀人动机 黄山说 他与莉莉之间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两人甚至是第一次见面 他之所以杀害莉莉 就是纯粹的屠才 他是一个赌鬼 一个负债高楼的赌鬼 因为没钱偿还赌债 他便想通过抢劫杀人的方式 来偿还赌债 他强调 一开始 他的抢劫目标是和自己 经常打牌的几个牌友 为此 他还特意租了一间房 在房中准备了分尸用的菜刀 以及装饰用的行李箱 插取是案发当天 他开车在街上转悠 突然一个女孩招手拦她的车 这个女孩就是被害人莉莉 因为一直以来 她都有在深圳开黑出租的缘故 她停车了 走过来问我去天红多少钱 我能说一百 当时为了赶时间 莉莉上了黄山的黑车 她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趟车的终点是不幸 在一处四下无人之地 黄山凶向笔路 然后掏出一把刀 顶住莉莉的脖子 叫莉莉配合 骗取这个莉莉的密码 但是她说你告诉我密码 我不杀你 在骗取了莉莉的银行卡密码后 黄山将莉莉拉到了 自己用于作案的出租 她其实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杀人 分尸的准备 就是不管你莉莉说不说密码 她都会杀人的 将莉莉杀害后 连夜黄山将装有莉莉尸体的行李箱 丢到了四百多公里外的荣江上游 二十多天后 莉莉的尸体高度腐败了 腐败后又产生了气体 气体导致行李箱上浮 最终被人发现 这就是案发经过 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掩盖我所犯下的罪行 尸体从荣江飘到出海口的时候 被山头市荣武警方发现了 我想这就是天意 等待黄山的将是死刑